要在螢光幕前工作 确实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们就来看到55岁的阿汤哥 到现在身材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好 您知道他在不拍片的时候 一天竟然可以健身12个小时 阿汤哥20年 阿汤哥工程师外表双气 对于高难度的工作系坚持轻突上阵 飞机起飞 阿汤哥就这样挂在机身 而是入汗了八次 因为只有当制片的阿汤哥 才这么卖力吧 3 2 1 开始 所以汤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做 这个角度是很棒的 开始 阿汤哥攀爬了世界第一高楼 杜败的哈里巴塔 这悲天顿地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难得倒他 Casablanca is one big adventure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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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问阿汤哥为什么特技 看起来总是那么逼真 因为他说就是来真的 由电视影集 《武胆妙算》改编而成 不可能的任务从1996年开始 而阿汤哥始终是男主角 这整个营养 运程 运程 he's a decoy i can understand you're very upset you've never seen me very upset welcome to australia mate this ain't funny i know it's hunt 估计下来创造了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 也让阿汤哥成为谍报片的代言人 近日第六集开拍 阿汤哥在巴林街头飙车 还亲切地跟围观民众打招呼 还动作戏伸手灵活 其实阿汤哥从小热爱运动 还是一名足球员 就因为在球队当中喝酒被开除 而他原本长大的志愿是当牧师 却在高中应征学校公演后 发现了对演戏的热情 18岁演出了《无尽的爱》 当中只是一闪而逝的小角色 接着在《席登号》里面担任了配角 演出了一名好战的军校生 开始战露头角 但真正让他走红的是这部剧 Eist on the count of three Break hard right 3 2 1 Break right Firing Woo! Last four 开始战斗机设计勇敢又有机智 阿汤哥1986年出演了捍卫战士这一片 成为了全美家喻不小的青少年偶像 同年阿汤哥跟大他六岁的咪咪罗杰斯陷入爱河 I never saw anybody kill before 咪咪罗杰斯也是演员 当年演出贴身保镖爆红 有过一段婚姻的他跟阿汤哥爱的能烈 隔年两人就步入礼堂 又成为众人羡慕的女星 虽然同在演艺圈 但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而咪咪罗杰斯也带着阿汤哥 进入日后影响他盛据的山打击教会 1990年阿汤哥在披露男儿当中饰演赛车手 片中遭遇意外 幸好遇上了由妮可吉曼饰演的美丽外科医生 拯救了他的职业生涯 而现实生活中妮可吉曼则是将陷入失魂低潮的阿汤哥给拉了出来 不管是婚姻还是事业 都成为不可就缺的任理伴 Joseph please Please don't leave me Please don't leave me alone I'll tell you what I do know You got a little stone tonight You've been trying to pick a fight with me And now you'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You've never been jealous about me have you No I haven't And why haven't you ever been jealous about me Well I don't know Alice Maybe because you're my wife 不只可以看到两人亲密走上红红的画面 为他们结婚多年始终没有小孩 只领养了一双儿女 只是看似郎才女貌 当然的婚姻还是在2001年画下句点 妮可吉曼在离婚后 谈成自己曾经子宫外孕 对于为何分手 妮可吉曼只说他曾经很爱过阿汤哥 不说明原因留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 不过阿汤哥的爱情没有空白太久了 两江的一年跟西班牙女星 韩尼洛普合作香草天空 共出爱的火花 男人爱的火热 首映会上阿汤哥还把外套给潘尼洛普穿 男人也为了定情做来到台湾宣传 直到2004年初 两个人还出席末代武士在英国跟日本的首映会 没有想到三月份就宣告分手 男人对外表示是因为聚少离多 但也有一说是潘尼洛普 无法认同阿汤哥所信仰的山打击教 因为教会还安排了其他的约会对象 不过分手原因始终无从证实 而相信爱情的阿汤哥 隔年又再现秦海 爱上了小他16岁的演员凯蒂和普斯 4月份跟阿汤哥公开恋爱 5月蝙蝠侠上映 让人不禁联想凯蒂谈恋爱 是不是为了要炒知名度 博两个人感情发展迅速 阿汤哥甚至在节目上公开认爱 6月阿汤哥就向凯蒂求婚 男人的女儿舒丽 在隔年2006年的4月诞生 11月不办婚礼时 小舒丽穿着粉色礼服 一双大眼超级萌 差点就抢走了爸妈的风采 而阿汤哥领养的儿女 也一同参加了婚宴 一家五口合照 看来没了荣荣 而之后凯蒂迎呼时 陪着阿汤哥到世界各地 参加首映 男人对宝贝女儿舒丽是疼爱有加 阿汤哥也不时抱着她 怕怕燥 看似童话般完美的生活 没有想到2012年6月 两人无预警宣告离婚 还为了女儿树立的监护权打官司 外传让凯蒂决定分开的原因 是想让自己还有女儿脱离山打击教 汤姆克鲁斯堵姓山打击教 可以说是最称职的代言人 不只是在美国积极传教 甚至还飞到西班牙马德里 受到信徒热烈欢迎 是否为邪教很难定义 但身为教友 阿汤哥在离婚后 为子跟女儿无法相见 11岁的书丽已经长得挺挺欲力 但对于爸爸多年来缺席生日 还是无法释怀 在宴会上嚎啕大哭 这位好莱坞巨星 帅气拥有魅力 对自我要求严格 55岁的他事业有成 但始终无法扮演好丈夫 跟爸爸的角色 或许这也是阿汤哥最大的缺憾